来到Ruang Prabang的皇宫 这是皇宫前面的庙宇 是属于王府的庙宇 我尝试以不同的角度来拍摄 进去看看 记得如果你有来的话 一定要穿长裤 或者是遮盖你的脚 都可以穿短裤 穿短裤的话你就进不来了 不过他们好像有准备长裤 原来也不可以照相也不可以拍视频 我被命令关掉我的相机 我的电话 买了票进来左右 排列的很整齐的 是什么树来的呢? 棕榈树吧 棕榈树的遗雷 然后 这是我的前面的这个建筑物 不知道是什么建筑物 应该是皇宫的一部分 这就是皇宫或者是 改变成博物馆了吧 改变成博物馆了吧 收藏了很多 皇宫的东西 是博物馆吧 收藏了很多东西 我很快就出来了 因为它 不让拍照 也不让视频 连带帽子都不可以 我都被摘下来 所以我就走马看我的 出来了 然后 比较吸引我的是它的墙壁 很犀利的 手工 连是我去这个相通寺庙的时候 所看到的墙壁 这是刚才建筑物的侧面 皇宫里头的一棵树 长些 很多这种圆形的果子 我不知道是叫什么 又不像柚子 也不像椰子 是圆圆一粒一粒的 好圆啊 我发现到 这里还有两棵 你看 好多果子 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果 这些是掉下来已经铺干了 走向皇宫 法罗里的侧面 这是皇宫里面的一个圆形的水池 里面 全部都是浮屏 喝 有什么果子 我们来说 有英雄的居線 扑錫山 被認為 看西洋的 最好地點 這麼多人在等著看西洋 大家都爭先空後要看西洋 連小和尚也來看西洋 這是扑錫山看下來的黃昏景色 圓圓的地方 有一座金色的廟 圓圓的地方 有一座金色的廟 原來上這個扑錫山是要買票的 原來上這個扑錫山是要買票的 2萬均的入門票 可是人太多了 所以我就 開始下山 沒有真正的等到 太陽 落在 山背後的時刻 我覺得這棵樹也是很漂亮的 背景有這個西洋的光 下了山從這個角度看西洋也是不錯的 不定是要在山上 你看我看 Tempagne